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传奇法师红法行 别看见让咱什么看得索 《钥匙经》它是钥匙法的载体 那这个法门在哪里开启 实际上广延城和阅音树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神山之门 广延城的这个梵文 还有一个秘密的意思就是 最清净指金刚大法性 最清净指花生 金刚指暴生 大法性指法生 《钥匙》里面这个阅音是指的 真我这漫床 阅音树是要是佛十二大院的根本所在 从这个性德里面所起的妙用 这个《钥匙》里面 这个阅音树 它是 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指的什么 在《钥匙》里面这个阅音是指的 真我这漫床 就是真我这叫觉性 我们觉悟了之后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佛性的我苏醒的时候 这个叫大梦才能才觉醒过来 那我们现在佛性没有那个 那我们只不在阅历的驱使下的一个神明体 所以这个里的阅音树是指 真我之漫床 以真我之漫床 助持五智之功德 也就是说这个五轮塔 你看 这个五轮塔的这个里面 如果当我们体悟了真我的时候 这就是说中国气里面 这个情世界就是有正觉 气世界有清净 那这个也是就是成佛的 最主要的这个因缘就具足了 中脉贯通的地水火风空五轮 真我是真我的这个 它是离边际方索的当下 曼在此处指金刚萨陀的眷属 曼金刚菩萨 所以在法门寺的曼陀罗坛城当中 他就有这尊菩萨 曼金刚菩萨 他属于金刚萨陀的眷属 所以为什么现场 你看我要供金刚萨陀呢 那这位钥匙是东方金刚布的 主要的体性 他就是金刚萨陀 他的眷属 有一个叫金刚菩萨 曼金刚菩萨 这指什么呢 我们是凡夫的时候 我们要谦虚谦虚谦虚 但是要当我们觉悟的时候 那也不是说不谦虚了 那就是要承担承担 要有种什么 要有种很坚定的毅力 我要走这个修行的道路 我要去承担众生的痛苦 曼金刚菩萨的性德 代表福治完全圆满 生命达到究竟的充沛 能释放出无量的光明和快乐 断除众生的贪 称痴三毒 所以胎藏界大日如来 入除病严命三魔地 划出药师佛 东南西北 东方药师佛 南方宝僧佛 西方阿弥陀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都是从中央的大日如来 所划线出来的 中央清净法身比鲁遮那佛 比鲁遮那是凡语 翻译成中国话的意思 就是大光明变照 也叫大日 所以转变色身 则涉及胎藏界的五字延伸观 这五字延伸 你看就是像这个五轮塔的 每一个地水火风 都有一个字去代表 一看到这个符号 我们就会跟这个身心内外 宇宙中的这个地水火风空 就它的这个融为一体 这个阅音术是揭开 药师法的基本行持路线 是怎样用当下的清净 去持诵药师佛名号或咒语 这才是本法的关键所在 所以作为药师经 它是药师法的载体 那这个法门在哪里开启 实际上广延城和阅音术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这个 是这个神山之门 是药师法门 这个就是这个门禁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广延 那我们要发菩提心的 然后阅音术 这个时候妻子做法要做好 调整身体 呼吸 然后心里面按住正念 正念什么 般若的空性啊 远离四边八戏的中观啊 阅音术 这边还有就是说 唐蜜里面还有这个 极生蜜的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 唐蜜一宗自门 道口诀里面 这个 广延之梵文呢 还有一个秘密的意思就是 最清净之金刚大法性 这个广延 最清净之金刚大法性 与世间成就庄严法相 所以这个广延就好像 我前面也讲过啊 就像那个大方广佛 这个华严经那个大方广一样 这个大方广实际上就指佛的法 那这里的广延也是指这个 世间有三种 分别有气世间 友情世间 和智正觉世间 气 情 正觉 那我们众生迷惑颠倒的时候 你看 情是 对不对 五着的 气 也被我们染污了 杰拙 杰拙是哪来的 杰拙是我们众生 业力变出来的呀 但是我们觉悟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 一切气从根本上是清净的 所以这个佛法 它是妙法 妙到什么程度呢 妙到 就是 我们说这个是脏的 但是佛法的智慧一看 哪里有脏不脏的 那个 这本体是清净的呀 所以有一个法师 那个拜经啊 拜 一字一拜 拜到那个 大奋的奋子的时候 他说 奋子法宝 一颗头颗下 那颗下 他觉得 怎么奋也是法宝呢 一想 开悟了 奋子法宝 开悟了 所以这个 觉悟不觉悟 你看 就是 差别就很大 这三种世界 世间 涉进一切 有情无情 凡夫和圣人 所以广言 是指诸佛的 三僧功德 明熏 利益法界 一切凡圣 这是把整个 药师经和药师佛法的 法门终止 实际上就 就含在这里面了 所以阅音术的梵文呢 它是 梵文是由 八个字 阅音术的 梵文 它这个八个字里面 还有一声 秘译 其秘译为 以光明海映三昧 给予 真实理去之加持 使 撤归 无染之自信 以 无尽利益 为 根本 行愿 所以 阅音术 是药师佛 十二大院的 根本所在 是从这个 从这个 这个 性德里面 所起的妙用 所以这个 是药师佛 全体性德的 凝聚体 用 无上于切部来说 广言成 月音术 它也是 指我们 众生都 具有的 三脉七轮 但是它没有开血 这个世间 也有人说 哦 我半学习班 打通 认读二脉 我就说 还打通 认读二脉 你有本事 把死人 认读二脉 打通的 对不对 那活人 本来认读二脉 它就通的 只不过 我们没有意识到 那我们要修的 那就是我们强化 认读二脉 我们只不过是强化它 甚至我们把它变成一种理性的 我们变成一种习惯 我们怎么去强化训练 认读二脉的 这种运行 广延成月音术 它也可以成为三个方面 是凡夫的世俗中脉 觉悟终观之后 就是见到 所正道的法性中脉 身内中央有一中脉 从笔分出 旗部幻化轮 心肩法轮 猴肩寿用轮 头顶大乐轮 这四轮 犹如散伏一般 旗部幻化轮 有六十四脉半 半端朝上 心肩法轮 有八脉半 半端朝下 猴肩寿用轮 有十六脉半 半端朝上 头顶大乐轮 有三十二脉半 半端朝下 所以显和密的 风水岭是在哪呢 显法是通过理论 通过开悟的人 比如说禅宗的公案 药 我们念佛的圣号 乃至持佛的心咒 理灿 我们供养 然后比如说 这样子 鱼 这个什么 就是你对境是三宝 甚至是善知识 有一位善知识 他是开了智慧的 他的法性中脉 是现前的 你跟他相应 建立量子纠缠关系 你不管是对他 以他为忏悔的对境 还是供养的对境 还是修忍辱的对境 对师父要不要修忍辱 修忍辱的 这个末法时代 叫颠倒的时代 现在是师父对徒弟修忍辱 知道吗 不是徒弟对师父修忍辱 本来你供养三宝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现在都不敢提 供养两个字 不敢提 实际上这个法堂 要不要建 要不要钱 你看这说有一切 要不要钱 都要啊 虽然很明正言顺 但是呢 又怕被人误解 那我们有时候就 要得故作清高 对吧 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师父就敢考验他了 佛教里有这么一句话 叫你倒穿鞋 你就倒穿鞋 你看 所以听师父话 甚至没有理由可说 这现在的徒弟师父怎么办 也是的 你说怎么办 别说我跟你不讲理了 我跟你讲理 你还不跟我讲理呢 师父跟你讲理 你还不跟我讲理 师父要跟你不讲理 哇 那你不是 算了 我不收你这个师父来 把师父给开除了就 你说为什么师父要不讲理呢 那佛法都是讲理的呀 你这个师父为什么不讲理呢 因为这个理到真处啊 理讲到真处就是 就是不可言说啊 说此处无声 甚有声 有声到最大